今天我想通过一个我粉丝的故事跟大家讲一讲 女人再婚选老公这件事情 认真听啊 相信对你一定会有启发 她呢是这么说的 小鹏老师你好 我是一个丧偶的女人 孩子在两岁多的时候 丈夫意外去世 她去世的那一年里 我向一个行尸走肉 抑郁过 甚至想过要跟她一起走 也曾发誓 不再嫁人 守着儿子一个人过 她是我的亲戚朋友 甚至我的公婆 也来劝我说 让我再找一个人 甚至我公婆还说了 孩子可以放心交给他们 我在嫁过后 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不会拖累我 我一直很感激我婆婆 在我老公刚过世的那一年 她一直照顾我和孩子 她一直都很坚强 包括现在 孩子上幼儿园 她只要一有空啊 就会过来帮助我 前几个月呢 我工作关系啊 认识一个很优秀的男人 他侧脸看过去 跟我去世老公很相似 我当时看她的第一眼 心啊就抖了一下 随着深入的了解 感觉她对我也有意思 在工作上对我很照顾 有一次在聚餐的时候 趁着酒劲 我们发生了关系 事后她很后悔 跟我坦诚说 她有家有事 但是她愿意对我负责 她很想照顾我 她觉得像我这么好的女人 值得她珍惜 我一方面很震惊 无法接受这一切 感情上我又很喜欢她 但是理智上告诉给我 我必须要跟她断掉 我感觉我背叛了自己的老公 甚至我感觉自己很脏了 我把她拉黑了 断掉了跟她联系 但是在工作上 我们却无法避免地要交流 她最近一直在纠缠我 说她要离婚娶我 还说会对我的孩子视如己出 但我很讨厌她 我不想破坏她的家庭 但是我的工作又比较稳定 我也很喜欢她 在工作上也需要她的支持 我也怕跟她翻脸过后 对我工作有影响 所以我应该怎么办 好 这封信我大概说完了 首先我说一句啊 我很佩服她的清醒 但她定力不足 想要的太多了 所以才会导致她的纠结 那借由她的这个故事 我想跟大家谈谈 二婚女人择偶的事情 第一个 再婚千万不要找替身 这位粉丝就是因为 同事跟去世的丈夫长得太像 所以沉迷甚至无意识地忽略了 她有家世的这个事实 那第二个 不要怕翻脸 面对这种情况 你不想让自己痛苦 即便在单位里 哪怕他是你的领导 只要触及到你的底线 你都可以翻脸 而且一般有事业心的人 他是会担心自己的私生活 会影响工作的 而且这种人 事业目标很强 只要你在事业上能帮助他 他真的是不敢跟你翻脸的 所以如果你有 十足的把握的时候 你大可以反将他一局 真的不要害怕 当然了 如果你说我还是很害怕他 那我们可以离开 当你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 任何的舞台 都是你的舞台 那第三个 宽恕自己 我们都不是圣人 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走错路 不可避免地伤害别人 被别人伤害 但是只要你一直心怀善良 守住底线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自己的价值